大家好,我們是巴拉,我是我 我是魚包蛋 我是小金甲 我是Cheribon 大家應該很好奇為什麼我們要用火鍋當隊員吧 就是我們沒有打算要解釋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是突然在巴斯下的時間 在吃飯的時候討論不到 你們不是印顏色嗎 歡迎各位來到玉秀美術館 那旁邊這棟就是玉秀美術館 不過因為他每天都會有固定的人數上限 為了考慮到參觀者的品質 就是禁館內的品質 所以今天高二年段就是沒辦法進來參觀 不過在這裡我先考考大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會叫做玉秀美術館呢 可以猜猜看嗎 接下來的題目都是有獎真答 請大家踴躍發言 你答了我就會給你答那個答案 因為他緊召者叫玉秀 接近接近 因為他裡面整個東西都是玉秀這個 你要往創辦人的 你最愛的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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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創辦人的女兒叫玉秀 太直白了 不過對這就是正確答案 你最愛的人是誰 我就是玉秀 恭喜你獲得金沙巧克力 現在我來跟大家講一個非常浪漫的愛情故事 就是從前呢就是有一位非常有錢的企業家 幫了他一位非常喜歡畫畫的老婆 蓋了一間美術館 並以他的名字創完 玉秀美術館就是由葉玉秀女士和他學畫的老師李竹星一起來經營的 他們其實在這之前就認識了二十多年 也合作過很多藝術資助計畫 他們最後發現想要為台灣創造一個更好的藝術環境 最好的方法就是經營的美術館 那他們三個人都不是當地人 這樣子他們就跑來這邊幹美術館 當地人不會反對嗎 反對反對反對到不一 反對反對 你們兩個是不是都這樣搞 有一點 有有有有 對這個概念就像是媳婦要嫁進家裡之前 你要先去取悅你的婆婆 幫他煮飯幫他做家事 或者婆婆認同之後 你之後的生活也會比較順利 所以玉秀美術管在進入之前 當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促進增加當地的在地認同感 所以他們推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巷弄美學 巷弄美學就是讓安地的社區居民去美化自己的社區 而不是聘請外面的藝術家來美化他們的環境 那這邊我要問問大家 普台的哪裡最符合巷弄美學呢 大家猜猜看 是哪個促士呢 趕快指定人啊 促士 抽籤 高二獎班黃雄偉同學 再講一次 促士嘛對不對 副導師 對喔 哪個促士外面有很多放很多 喔我是有交錯 對 恭喜你獲得百樂路斯鍋簽名 可以晃學水可以 哈哈哈哈 接下來大家想想 你這輩子做過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哇 感覺真的沒有 沒有嗎 那讓我們促士同學的支持者解說 好 玉修美術館創辦人們曾經說過 一輩子一定要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他們有開設兒童的藝術課程 辦免費的展覽 而且非常歡迎藝術家來這裡發展住宿 除此之外 他們還在平林國小辦了美術展 然後還提供了獎學金 甚至告訴平林國小的校長 將來玉修美術館就會是你們的美術教室 他們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來增加在地認同 同時將平林裡達成一個藝術承諾 現在大家來猜猜看 後面的這張建築物是有什麼的材質來建成的呢 湯金水 很棒 恭喜你們的 答對了聰明 揪揪風三角下的一顆石頭 對 用鋼筋和凝土蓋成的建築物 就叫做清水國建築物 它的特色就是外表不再用瓷磚或是油漆在做裝飾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樣好像就很偷懶 但是因為不加油漆和瓷磚 所以做工就會更難 如果因為平常如果瓷磚或油漆有失誤的話 那就把它弄掉再重做就好 但是如果混凝土是哪邊缺一塊哪邊顏色不對 那就它就要整個全部打掉重做 所以它那個時間和成本都有感高 接下來讓我們來一個很硬的專長 我要來繼續介紹國家藝術村 那介紹國家藝術村之前 要先問問大家 為什麼草屯會有那麼多的藝術家劇情呢 大家可以請請他嗎 風水寶地 風水寶地 所以會給藝術家 靈感 對 靈感 耶 禮物 恭喜你 最好目標是我們才會是這樣 好所以接下來我跟大家知道國家藝術村 國家藝術村是因為那時候在九尾峰聚集了很多的藝術家 然後他們就希望可以有一個完整的方式來呈現藝術 所以但是之後是因為九二一大地震的關係 所以呢這個計畫就不咬咬咬之 一直到了玉秀美術館進駐之後 他們才想起之前這個計畫 所以就成立了九九峰生態藝術園區 原本是由那個玉秀美術館來代管 但之後呢流飆了所以就也沒有了 然後接下來政府某天就有去看了那個衛星影像明圖 就從上面浮屍看 欸這個園區好像看起來就很像一隻恐龍 然後他們就突然就有人提議說 要蓋一個朱羅基公園 然後就有很多恐龍之類的 但是當然這個計畫最後就是不了了之嘛 那最近政府又開始想到說 喔 土耳其的就是可以搭 就是搭熱氣球 然後浮屍然後看風景 感覺就是特別有鑽頭這樣 然後他們最近就是我們就拭目以待 大家可以翻開到那個 手冊第32頁有介紹的 關恐龍公園的東西 以上就是我們的解說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